随着俄乌局势不断变化 一个名叫朱迪海利文的女预言家 迅速火出了圈 原因就是去年 她曾准确预言到 俄罗斯与乌克兰今日的局面 那么这个朱迪海利文 究竟有何特殊本领 她的预言真的准吗 对2022年 她还有什么预言呢 朱迪海利文自称是 一名心理医生 但她为病人看病的方式 很奇特 主要通过通灵和占星的方式 为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所谓通灵 就是有些人自称 可以和死去的人 进行灵魂对话 或者在梦中互通信息 在我国古代书籍幽通父里 曾这样介绍通灵 经通灵而感无息 神动气而入微 虽然人家朱迪海利文 属于国外的通灵者 但在通灵术上 却是大同小异 国外通灵者们 用他们的念力 感受周围的磁场 可以在梦中获悉 对未来的预测 而占星在国外 也是一门学问 利用太阳系中 行星的位置与运动 来预测人的吉凶 与世界未来走向 当然 这也需要特定的时间与地点 作为参考依据 说到这里有点像 中国古代的 一经算命之说 在国外 可是有占星师 这门职业的 人家还有专门研究协会 职业认证证书 带着这项神秘的技能 朱迪海利文 除了日常的工作外 惯例每年都会在年末 将自己对明年的预测 公布于众 与往常一样 在2021年12月5日这一天 朱迪海利文公开发布了 自己对2022年的预测 他的预言很长 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中最有名 且得到证实了的 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 俄乌问题 对俄乌问题的预测 朱迪海利文原文是这样写的 普京试图采用武力手段摧毁乌克兰 摆脱北约的控制 以巩固俄罗斯 作为西方竞争对手的地位 而英国不得不在俄罗斯与乌克兰 两国的天然气之间做出选择 目前现在 俄乌两国正在 按照这则预言的那样发展 不像其他预言家含糊不清 朱迪海利文还爽快地 将事情的结果公布了出来 他预言 俄罗斯成功粉碎了乌克兰 企图加入北约的行为 因为这样明确又精准地预测 朱迪海利文迅速活出了圈 那他还有哪些可信的预言呢 精准预言 俄乌事件与结局 作为当前最火的预言家 朱迪海利文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有哪些神奇的预言 其实 朱迪海利文在业内 早已声名在外 世界级明星 甚至连英国皇室 沙特王储 都是他的客户 经常让他帮忙答疑解惑 因为过人的本领 他还曾上镜 参加了俄罗斯的一档 凌媒之人秀节目 通灵之战 除了俄乌关系外 朱迪海利文在去年年末 对2022年 还预言了哪些事情呢 作为一名美国预言家 他对自己国家的预言 占大多数 比如在下半年 总统拜登的身体 会出现问题 甚至都可能会 直接影响到他的任期 毕竟拜登80岁高龄 在那里摆着 风险系数着实有点高 其实 对于这则预言 朱迪海利文并非第一人 英国先知帕克也曾预言过 对于此类的预言 还有一个传说的诅咒 每隔20年当选总统的人 就会在任期内去世 美国第一位 在任期内去世的总统是 1840年的威廉哈里森 他是美国历史上 执政时间最短的总统 就职一个月后 就医患肺炎去世了 1860年 亚伯拉罕 林肯 当选美国总统 他让美国避免了分裂 但却在连任后的一年 遭到刺杀 离开人世 1980年 1900年 1920年 这期间的美国总统 都是在任期内去世的 就连在1940年 三次连任美国总统的 罗斯福 也都是死在总统的任期里 还有后面1960年 上任的肯尼迪总统 也没有逃过这个魔咒 对于这个传言的诅咒 可不是空穴来风 他源自北美肖尼族 肖尼族人 痛恨白人肆意扩张 其酋长特库姆塞 做了一个预言 自他之后 每20年选出的最高首领 都会死 他们的死亡 会让每个人 记住我们印第安人的死亡 酋长的预言 始于1811年 应验于1840年 但是 1980年当选总统的里根 却私立逃生 躲过了传言中的总统诅咒 那这是巧合吗 总统的诅咒 每隔20年 就会有一位总统 在任期内死亡 在里根总统前面 已经有7位总统死于任期 而他却侥幸 逃过一劫 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后来有人发现 里根就曾是神秘预言家 朱迪 海利文的客户 所以 很有可能是 在朱迪海利文的帮助下 里根这才再逃过一劫 那么 关于拜登健康的预言 不知是否来自于 这个传说中的诅咒 我们不得而知 在精准预言了 俄乌事件以外 朱迪海利文 还对2022年 做出哪些预言呢 首先就是疫情问题 他预言 疫情到2023年 暂时不会结束 但也不必惊慌 因为人们会逐渐习惯 疫情下的生活 在2022年下半年 尽管有疫情的干扰 人们还是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除此之外 朱迪海利文还预言了 欧洲将会面临 新鲜果蔬短缺的情况 美国会遭遇风暴的袭击 旧金山也会有一场大灾难 除了这些坏消息 朱迪海利文还预言了 美国的经济会有所好转 当然除了 对国内的预测 朱迪海利文 还有对他国的预测 2022年 英国女王将会因为身体状况 在下半年 把权力转移给查尔斯王子 另外 日本也会很不安分 在关于其他国家的预言中 朱迪海利文也谈到了中国 在2022年 中国会成为医学研究的先锋 在航空航天方面 会有更高的成就 比如 天空空间站 将全面投入使用 其实这一点 我们国人其实都心知肚明 毕竟我们空间站建造出来 不是用来观赏的 当然 朱迪海利文对2022年的预言 在科技 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方面 还有许多 虽说有些预言成了真 有些预言也很靠谱 但毕竟预言只是预言 不能尽信 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对朱迪海利文的预言 是怎么看的 欢迎评论区讨论留言 最后不要忘了点赞 加关注 大家的支持 就是更新的动力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